這個名字的由來就是台南 台南在這個 應該是這個 青條片通地過我們的西班戶的田園 他們要騰棍 那時候有叫台灣台園 那時候叫台園 跟現在台灣的不一樣 叫台園 然後過去呢 在這個國際上來到 就是西班戶跟荷蘭 他們就叫台灣土地 叫美麗之島火魔灑 叫美麗之島 那所以呢 因為過去這塊土地太美麗了 那麼太美麗為什麼會美麗這樣在線 因為 什麼叫國際法 經驗我們現在就知道 我們台灣目前 我們台灣目前呢 在整個國際社會來講 它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地理名詞 那麼 那麼地理名詞 所以 在台灣這就是 叫做 叫做地名 地名 就是這個國家 不是國家 那麼因為 在這個歷史以來 就是 讓我們 跟西班戶 再來那時候 有清廟 清廟 清廟 在那裡通地 那麼清廟 在那裡通地 你有時候 所以 它不是跟西部 西部 我們的 這個西部的田園 耕作 那麼整個高山區 大概有將近三明 所有的土地 將近三分之一 那個時候 千條 並不通地 那時候 三分之一的都是 我們現在那個高山族 高山族 一直在那裡通地 所以 台北到這個 第二次 這個說一半 那五年 一八九五年 有一個叫日本跟清朝 就是日清戰爭 那麼 清廟建牌 所以一八九四年修建 一八九五年 簽一個條約 叫做馬關條約 那馬關條約 那時候 就是這個清廟 都跟台灣來掛 這個日本 但是千條有效管理的 只有西部田園 所以掛 日本 一個人的心 才知道這個大問題 整個高山地區 都沒有 都沒有管理 整個高山地區 都是原住民 台灣的原住民 在那裡 百將條約 那可見 他把這個台灣割浪給 給這個日本 那個都是西部 西部田園 再來重點是 他掛台灣 齁 這個清廟 他們的 麻關條約 我把台灣掛給日本 齁 但是呢 他只有西部田園 所以日本來 整個政府 整個台灣 漸漸開始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你當時聽說 日本去國 他三國 他就要把整個中國 整個中國怎麼樣 來佔領 結果日本來到台灣 他竟然發了四十二年 為什麼要這麼久 當然 如果他當年去問他 只要用武器 才好 他如果一定 只是要用武器 反正 我就是來 殺害所有台灣人 這樣的時候 可能他不用那麼久 把我一年 把我兩年 整個就變成藏 但是為什麼 日本 他會花到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叫做征服 什麼叫征服 征服跟屠殺有一樣嗎 不一樣 屠殺是 一台就一台嘛 那如果是征服就是 怎麼 征服就是 用他的力量來 進來 我這來管理 你也不知道我管理 可以 談判 跟土助來談判 當時我們叫做土助 就是我們的高殺族 原住民就對了 用談判的也好 或者說用其他的 有一點點武力也好 但是這個武力 絕對不能屠殺 基本上兩個說不好 有可能出口出手 但是絕對不可用土殺 那麼 總共呢 經過四十二年 一一九 一八九五年 開始到一一九三七年 很多人 三十七年 一九三七嘛 一八九五五年 一九零零零了嘛 都三十七九五年 都四十二年 用四十二年的時間 來征服台灣 征服那樣 我們叫火魔殺 然後 到一一九三七年的時候 日本在看 整個已經征服了 台灣的 英明也都換你配合 都換你配合 這個時候呢 才開始呢 日本 我們講叫日本天皇 他要用國際 國際法的方式 然後征服以後呢 他開始要 黃明化台灣 黃明化就是 這是什麼開始 我們叫做一九三七嘛 一九三七開始 黃明化 什麼叫黃明化 黃明化 黃明化 就是過去是原住民 對吧 原住民那叫土著嘛 那黃明化就是要接受 日本天皇的教化 接受日本天皇的文化 就是黃明化 一九三七 一九三七 一直到一九四五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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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四五的時候呢 他才 幫不招呼 那叫性濟 就是性濟的意思 在中國叫性濟 日本叫做 這本天皇叫招呼 這本天皇叫招呼 這招呼 幫不招呼呢 就是告訴台灣人 我現在已經征服的手段 民屠殺 征服的手段 我已經 這個全部台灣呢 我已經全部能夠統治 而且台灣的人民也願意配合 配合日本天皇的統治管理 願意接受所有黃明化 那麼到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號 幫不招呼 這天皇的招呼 就是唯一一天還是呢 台灣就正式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那如果正式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 你要幫不這個憲法 招呼 這個大日本帝國憲法 之前 要不要在世界 世界上的回憶 那就是軍事會議 在軍事會議 所有參加的國家 都承認台灣是日本天皇的聯同 沒有人有意義 就簡單了 如果台灣在過去 在一九四五年的進行 如果有銀河國家 在台灣成立一個國家 如果他在台灣成立主權 獨立的國家 那個代表是他的領土 如果 你一九四五年 四月一號 他在幫部招呼之前 他有參加世界的 許多強國 這個軍事會議 這個軍事會議的時候 這些國家都承認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是因為這些國家 有承認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沒有人有意義 如果過去 過去 過去 有屬於某一個國家 過去是不說 中國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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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中國人是中國 在1945年的時候 中國是什麼國家 1945年 有中國 有中國 你叫四五年 有嗎 有 有啦 中國 但是不是台灣 中國叫什麼名字 中國呢 那個時候在 有一個國家在中國 那個國家在什麼名字 那個國家在什麼名字 它的夠名字 什麼 中華民國嘛 對吧 確實 那個時候 有一個國家 叫中華民國 在中國 在中國 好 我們現在講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 在幾年的時候成立的 1912 對 1912 那麼一直到1945 的時候 日本天皇 說 說 台灣是我的領土 它在世界的位置 就是位置 世界其他的 國家都承認 台灣是你 日本天皇的領土 啊 在那時候 如果中華民國說 台灣是一個 那些人怎麼不出來抗議 1945年的時候 日本天皇 幫部招數 在那時候 所謂的中華民國有沒有起來抗議 沒有 我還告訴各位 在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 還在台北設有一個 中華民國大使館 你知道嗎 他沒有抗議 所以他還在台灣 在台北設有一個第三關 表示台灣這個土地 是不是他的 不是啊 你要說是他的 像現在說 這個 這 在一段時間來 他都看到 台灣是 中國 不可分 各一部分 對不對 那很奇怪啊 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幫部招數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你沒有起來抗議 表示那個時候是承認嘛 你也承認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嘛 而且還在台北設一個大使館 這幾天都在抗議 都沒有抗議 現在都在 在當中 啊 這個台灣的是我 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都是你去面當人的 其實我們如果有清楚 你只要跟他說一句 喔 你說中華民國是你的領土 那麼麻煩 你知道嗎 你把你的證明 證明拿出來 拿都出來嗎 拿不出來 為什麼 他可以拿出證明的就是 就是只有他們所謂的 中華民國憲法 我現在說中華民國 我要說 在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沒有這個國家了 現在他們都在台灣 自稱它是中華民國 到現在也都自稱它是中華民國 對吧 對啊 那麼你把人民聽出來 台灣是水流領土 你拿出來不敢 拿不出來 為什麼 他們可以拿出來的就是 他們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跟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它所有的土地 它所有的領土 並沒有包括台灣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就是救援 所以他現在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就是欺騙台灣的 所以台灣人 聽到這句話 希望你 要比較清楚 不要再繼續受騙 好 所以我們現在說 這樣 把這個大約 讓大家了解 那我們來 往裡面來看 看它詳細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證明 在國計法的加持下 這個美麗之島 美麗將在線 這邊特別寫一個叫 世紀爭霸戰 竟然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部分 跟世紀爭霸戰有關係 那麼什麼世紀爭霸戰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想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從媒體來看 臺灣民政府即將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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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為什麼 從來個角度來看呢 為什麼角度 可以了解 臺灣民政府要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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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人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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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管理這個土地 我們才會聚集這個土地 因為這是我們的 我們在這裡 世世代代 在這裡生長 在這裡生存 我們的中生已經在這裡 超過一萬年以上 因為我們自己來管理這個土地 我們才會聚集 才會愛收 所以呢 我們希望臺灣民政府來執政 那麼目前是誰在執政 六千 就是所謂的 管理中國臺灣當主 現在已經不叫中華民國 因為現在世界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叫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那麼為什麼叫中國臺灣當主 為什麼叫中國臺灣當主 為什麼叫中國臺灣當主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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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次講 台灣國的歷史 1949年 1949年 1949年的時候 中國 中國一邊 有一個國家新的 國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1號 那麼在那時候呢 有一個人 在1945年之後 就陸陸續續由美國協助他們 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 那麼那時候來台灣 那時候 那個割頭的人叫做 蔣介石 修改修 那時候 他只是一個 一個這個 叫做 首領 他是 那個時候 赤露他這樣 蔣委員長 他不是總統 那不是總統呢 當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想要怎麼樣 這樣占領這個本地 那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支持他的 就是美國 米狗機器 點台灣 來做一所 佔領的動作 好 那麼美國 是他來做 佔領的動作 但是 但是 這個資料 我們內部資料 看不到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當年 就是 在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 參戰軍 參美國戰軍 所以呢 日本天 我們現在說的 日本是日本天 他來放棄 台灣這個 土地的晚霞權 那麼 由美國指定 蔣介石元帥 來台灣戰略 這是個野人事 現在 重點來了 船介石來台灣 戰略以後 在國際法和建制法 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呢 簽了條約 將和平條約 過去的戰爭 一定要有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 要怎麼樣才算是結束 一定要強調 客用嘛 客用什麼 好 那麼強調之後 你這個國際法 戰爭法 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 美國指定 麥克蘭先生指定 酒改酒 來台灣戰爭 對不對 在戰爭 來講 他要主導退酒 結果的時候 當1956年 就金山河民調的生效 這是他要退回去 就說 退不回去 為什麼 中法在那邊說 不在那 要怎樣 要怎樣 這些人要怎樣 這些人是美國指定 麥克蘭先生教練 主定講 接觸來台灣 不可以退 怎麼做 所以只好 做一個動作 叫做 模糊政策 從那個時候 模糊政策 一直模糊到今天 那麼台灣人 也因為 模糊政策 已經穩住 這個土地是立業了 是立業 日本天皇的土地 已經忘記了 已經忘記了 那麼他們 在那個時候 ROC 我們叫ROC 這講ROC 我老公說一下 他叫 refuges of China 就是浪民中國 叫ROC refuges r開頭 of China 叫ROC 過去的ROC 叫做中華民國 現在的ROC 叫做浪民中國 你聽嗎 現在 我說ROC浪民中國 他早就應該退出去 但是 因為沒有政策退不出去 然後 他不退出去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今天就用這個出席班 我要給大家看 為什麼他今天沒有要退出去 很讚爆喔 還有人知道嗎 政策有一定嘛 你競爭結束 你就要退出去 為什麼他今天沒有要退出去 當然這跟美國有關的 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們台灣人 你們台灣人 沒有人 要這個土地 因為他們 不知道土地是誰 你不知道這個土地是你們的 現在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 台灣民政委同心都知道 但是台灣民政委同心都知道 但是台灣民政委同心都知道 要怎麼辦 你要站起來啊 你要跟所謂的佔領者 你要跟這樣 你要這樣講啊 台灣土地 是我台灣人 我們的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 你雖然擁有管轄權 但是呢 我們要把管轄權拿回來 我們要把管轄權拿回來 你要把管轄權還給我們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他願意還給你 這個土地由台灣人來管自己 你知道嗎 我就說 要站起來 有人聽出來嗎 有人站出來嗎 有人站出來嗎 有人說你都聽不聽嗎 要站出來 要站出來 一定要站出來 告訴現在的管轄權 台灣 台灣不是你中華民國的土地 中華民國已經消失了 你現在叫做流亡當期 你今天會流亡 你今天就要走嗎 難道要我們動黨手嗎 我們希望你依照國際法 依照戰爭法 你要趕快退出去 但是現在就是台灣人要站出來 我們要勇敢站出來 我們要告訴他 依照國際法 依照戰爭法 台灣不是你奧羅西的土地 台灣是日本天王 他的固有領土 只是因為 在舊心在流亡條約 他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這是重要的 沒辦法 知道嗎 條約和約定 日本天王就不能講話 日本天王不能講話 但是呢 我們在台灣的本土台灣人 是日本天王的什麼人 家庭啦 我們是日本天王的家人 當然是我們的大家長跟你 美國簽的約對不對 舊簽的約對不對 是天王跟你們簽的條約 但是呢 我們是他們出的人 我們是最快土地長大的主民 雖然天王不能講 我們可不可以講 我們可以講 這就是講的 我們在這裡講 我們站出來講 台灣是我們台灣人 常連住在這裡 我們的土地的主人就是我們天王 我們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可以要回來我們的管轄權 基本上是這樣啦 那考論問題來了 我們要管轄權靠什麼 我們要回來管轄權 要做什麼 押刀 押刑 對啊 因為我們有賭嗎 我們有啦 我們賭就不可以要拍檔來什麼 對嗎 對 押刑 其實不是沒有啦 不是不可以 重點不是 我們台灣要有人獎領條約 真的獎領台灣的 不是 叫做奧羅斯的管理黨 真正正的不是 就是後面的美國嘛 美國他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你要做什麼 尊重的 你不可以養肚子去那裡 不可以 那怎麼辦 有一個辦法 投稿法律嘛 投稿稿嘛 兩個人稍微打 打到尾巴的時候 還打到沒有意思了 對不對 法院建 我們要去 要清楚 我們要更當法院建 因為中國台灣民政府 從2006年開始 到美國 一直到現在 我們已經連續已經十幾年的 齁 那麼美國的 司法 美國的司法 承認 台灣 齁 台灣人沒有所謂國旗 無國旗嘛 齁 台灣人政府在政治聯義嘛 就是什麼叫做政治聯義 明明 台灣 不應該是現在的奧羅斯來管理 結果現在是你管理 那你管理為什麼 因為美國擁有絕對的權嘛 中華民國是美國 同意他在台灣 一個管轄單位 他不像中華民國啦 因為我 不知道要怎麼稱呼 他稱呼 奧羅斯 還要聽 稱呼 AOC 可以 AOC叫難民中國 我用AOC來講 他叫難民中國 現在台灣是有難民中國 做在管理你們台灣人 你們台灣人大家都坐著 大家都騙不騙 大家都沒有把你聽出來 齁 其實 很清楚 其實齁 是我們台灣人政府人 都聽出來啦 齁 其實是我們台灣人齁 因為 現在奧羅斯 他用一種強制的管理 他把所有媒體怎麼樣控制 所以我們台灣人看不到真正的自信 齁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人要怎麼辦 我們要拜年好一個什麼樣 所謂教育主的工作 我們要好好來教育我們台灣人民 想辦法 奢華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 因為最近呢 有很 很重大的消息 很重大的消息 可以顯示台灣民政府相處政 讓我們用這點時間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齁 好 我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因為川普對中國家 是 186萬歲 自谷歌來台後 美國 美國科技 谷歌 其他技術 也跟著進來 讓台灣發大財 來 我剛才說的 我們看媒體 看媒體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你看 這麼重要的 Google 他已經 進入到台灣 而且不是跟Google 有很多 美國 在世界 有很多其他很重要的國家 他們知道台灣民政府 即將執政 他們知道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所以原理有一些企業 他們可能通過跟國家的關係 有些企業早就知道 未來是台灣民政府執政 所以有一些財團 他們這個時候呢 就會怎樣 現在開始在進來 好 我來看這行 美 平泰 經驗通過 台海 外媒 就是外國媒體來講 測試共產黨的底線 那麼這個是大紀元 對 這張好像是 我在大紀元的 他們的日報 拍照下來 這張的意思是對 這是媒體 這張的意思就是 美國 他能夠派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過去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過去的中國都說 台灣是國不可分割的英文 那麼既然如果台灣的是 所謂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所不可分割的英文 那麼台灣跟中國共甘這個海就是 中國內海 為什麼要叫台灣海峽 叫做中國內海 那麼既然中國內海 這個軍艦 這是美國的軍艦 可以通過嗎 當然不可以 所以如果這個軍艦可以通過 表示貴旗 你所說的 台灣是一部都不管 所有人都是騙人 那麼他可以通過 根本表示怎麼樣 台灣的管轄權 就是所謂這個軍艦 他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 這個意思 這是要告訴大家 不要告訴大家 台灣絕對不是所謂的 這個中國 中國的一部份 這個意思 好 再來看這個 在這裡沒有別人看 來看美帝嗎 你看看美帝嗎 你要了解嗎 這個美帝的佈 這個美帝的佈 你跟台灣有關聯 為什麼 民黨要幹嘛 爭議的戈籃高利 川普宣告 以色列為何的主權 我現在在說這個 跟台灣有關聯 你們任何也會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講我是媒體 你看到這個媒體 你可以了解到台灣民眾 其中執政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可以這樣解讀 我跟大家講 我們要學習 我常常在講 我們在台灣民眾 等同也是政治人物 我們都是政府官 政府官要怎麼樣 要對 國際的局勢要懂 要有敏感 要有敏感度 好 這個是國際局勢 對不對 我這邊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格蘭高低 是不是已經爭議很久 爭議很久了 是 好像以色列跟其他的 一些國家 聲稱擁有格蘭高低的主權 以色列跟那些已經爭論很久了 過去呢 都沒有人說這個是以色列的主權 現在有一個人說了 是誰 川普 哦 擁定來 川普為什麼會這樣講 基本上我們要根據他們的華語 但是貴貴的總統不大共識 因為 貴貴的總統不大共識 另外 怕會引來很多不必要的爭端 所以這樣美國怎麼樣 處理這個問題很難處理 所以貴貴的總統 都不跟川普 不跟川普 不跟川普呢 格蘭高低是以色列的主權 好 現在出了一個叫川普 好 川普 啊 當然現在說的 川普跟台灣人沒有關係 我差不多跟台灣人有關係 不是這樣嘛 如果這個人如果是軟腳架 他會去宣布 以色列永遠都來到那裡的事實 不會嘛 既然他如果是軟腳架 那麼有辦法處理黨的問題 沒辦法嘛 因為台灣的問題是已經70年了 過去美國的總統都很難處理 現在呢 換到一個民軍 一個有破例的大的領導者 叫川普出現 所以川普呢 不但只有處理以色列的問題 之前處理的叫做 他承認 耶路撒冷室以色列的首都 好不好 好 過去呢 是承認 他承認 耶路撒冷室以色列的首都 他都在裡面的時候 整個國際都很緊張 為什麼 緊張的時候 如果呢 你來承認 耶路撒冷室以色列的首都 可能那些人敵對國家 像這個 他們所謂的 他們附近的那些國家 像穆斯林那些國家 就會怎麼樣 可能會大大的攻擊 有什麼勤起反抗 所以貴鐵的總統都不敢 不敢信任 但是川普承認的 而且接著又承認 戈籃高利 是以色列的主權 所以川普這麼偉大的一個領導者 他面對他國家 應該處理的問題 他都必須要處理 我相信川普也知道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到現在已經七十幾年了 這七十幾年 讓台灣人 沒有怎麼樣 沒有金錢呢 現在全世界 哪有一個地方 沒有聯繁大眾的地步 竟然是台灣 而且是 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 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 這幾年沒有金錢 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 這幾年沒有人生意 他是一個國家 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 這幾年 可能連人都沒有生意 這樣有沒有道理 但是沒有道理 這個是要找出問題 找出真正在哪裡 那我相信川普 他對台灣太了解 我們看到國際媒體 我們知道 台灣民眾即將就這麼嚴重 因為川普會主動來協助 因為川普是為了光憑 為了正義 等一下我喝一下水 好 好 所以我請大約 要讓你們了解一下 再來我們的速度 會稍微加快一點 好 讓你們可以 可以了解就好 來看一下 在台商會有上看 一千億元 創造七千 七百 舊人士 真的很少 那麼現在美國的股市 股大氣候 都傳輸要進入台灣 有沒有 好 跟著Google一起來 那麼這一切都要感受 感謝美國川普 他對中國發動的貿易 那麼 引火台商 美商 港外商工 都處理中國 不只讓東南亞國家 社會 台灣的剪刀 天上掉下一個 美商大利 OK 好 這看一下 美國科技 五大巨頭中 古國最近開始第一槍 古國呢 將推動五年約四十億的屏東工廠的設備 事實上呢 他們是 當然 在 撤離中國 當中 OK 好 還有 我鼓勵到北京法隊 美國今天再次傳聯台海 作為台帶 作為 還帶了海防防衛隊 陸媒跳腳大海 挑釁 有沒有用 沒有用 OK 來 第七艦隊 的發言人 這個多斯 他說 中下 他說 對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來 表示了 兩艘精靈穿在台灣台下 當成了美國 維護印太地區 你看 奇怪 穿在台灣台下 跟印太地區怎麼會有關係 來來 至於有開放的決心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我要搶到這裡 為什麼要搶這裡 我們先搶一下 來 FBI 查通路門 川普 就講 川普講說 無理無計 亂鬧線 他是講FBI 這邊的內容 來 美國聯邦調查局 在總統川普 在2017年的5月 將FBI 擊掌 隔止後 變針對川普 這個科 科技 變針對川普 是否 為 俄羅斯的工作啟動調查 那麼 川普到今天 帕翁FBI 兼稱其 無緣無故 沒有促進 就展開相關的行動 這是 就是 川普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報導 我們再看 那川普 他不是不信在媒體 因為有些媒體 如果報導 不夠光憑爭議 他當然就會 會有意見 那 到底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美國在美國方面 跟川普的關係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講這個雜誌 這個雜誌 是美國 川普很信賴的一本雜誌 就是這個雜誌 那麼這個雜誌 你看我們台灣民政府 竟然成為他的一個 所謂的他的贊助者 贊助者 這邊都因18年 11月9日 就是7年 然後 期盼了一場自治高官會 論壇台灣民政府前 怎麼贊助 那麼論壇貴賓都為 美國保守派的人士 立場 一百多人 那麼 顧問新科議員 跟川普的重要人士 對美國有重要影響 其揭露者 台灣民政府都以他們 能夠共同研究 美國未來的決定方向 是很榮幸 是潛力基金成的家 這一季的話 這個人的意思就是 台灣民政府 已經跟川普 非常注重的一個媒體 叫一個詹明 要把雜誌接軌 那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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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在一個詹明的這個雜誌上面 有關 川普講話 川普講話 就是哎呀 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就等從川普所提出的政策 準備要去執行的 就會勘載在這一本雜誌裡面 所以這個一個詹明的雜誌 一段的勘 跟台灣民政府 已經連續看到 勘載了 三兩 表示川普很清楚 台灣民政府 他要如果來形成台灣民政府 我相信川普的內心 早就很清楚了 一直一步一步 這樣 那麼這個也是 我們 在一個雜誌裡面 也有勘登 勘登有關台灣 有關台灣 那麼主要是把 台灣這個政府秀在這裡 秀在這裡 秀在這裡 好 那麼台灣民政府呢 會參加這個GEOUS 我們從國際的媒體 你可以看到GEOUS 那GEOUS 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現在世界上呢 最重要的幾本雜誌 等同是 這個未來世界的決策 世界的走向呢 都會以這個雜誌的 所看出來的 為目標 往前走 好 那麼這個GEOUS 就是全球的GEOUS 就是 二十個大國家 那麼這二十個大國家呢 他竟然 在這本雜誌裡面 刊登台灣民政府 好 那麼表示說 這二十個國家 基本上呢 都支持台灣民政府 好 那麼這個是剛剛 我在網路上找到了 因為我看到最多話 我是上網去查一查 我一查第一章 就看到這個 這一次的土花是一樣的 一樣的齁 那麼這個花就是什麼樣 這個叫西班牙語 叫我們百花之一齁 這個花剛好六半 還有兩片咧 它的重量是十八度 可這樣就不鏽鋼了齁 那麼每天會開會合 白天站的話 到網路上就會煮來關閉 那麼一天當中 四天是不會泄的 幾天的齁 特別是在五月十五號 就是五星星 九月十一號 是他們的春節 十月二十四就是一年 天南列 聖誕列 十二三十一號 是一年的最後一天 他都會開不開的齁 這順便給大家一個資訊 好 那麼這次幼石 它的意義在哪裡 2018年的幼石 就是二十國元首高位 這個呢 我是直接從這邊翻過來的 我們看一下 直接翻的 這是元首高位 有沒有 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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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首對不對 這不重要 所以他們看來 這次的影片 當然很重要 而且也是世界 準備要去執行的 因為他們讓他們 都在這個體育室裡面齁 來 來我把這個封面齁 讓你們大家有點一下 這本第二十的封面 來 等我一百分 這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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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秀給大家看齁 這就是左上角的 左上角這百分 這百分 就是這第二十領導人 高管談話系列 這 再來這百分 它就跟2018 有沒有 這百分 所強調的是 這個三十 十月三十 跟十二一號 Extend 有沒有 十二一號 就是 講到這些 布宜洛斯 愛迪斯 阿根田 2018年十月三十字 十二一號 在這邊開會 然後這個紀錄石就是 啊 就是什麼樣 領導者高會 啊 這邊寫的都是三名的 叫領導者高會 啊 這個十年的周年 啊 紀念發行 這就是右 左上角 這裡 有沒有這裡 再看 有的 我為什麼要秀給大家看 讓你們知道 當民政府 跟這個十一 他這個十一 是做什麼 給你看的齁 就看到這個保分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保分 右上角 這裡有沒有 啊 原意識的加來 這是原內部的第二十 那寫的是什麼呢 特徵 特徵 可持 系 經濟繁榮的四字化道路 就是這個部分 再來 城市二十 就是城市外加的部分 再來 新的二十 管理工作的來 這個意思是說 這裏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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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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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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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早晚的意思你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要看你刀的黃金嘛 你怎麼黃金你就會注意 你知道嗎 好啦 這兩個黃金的未來是很重要 你看 所以第二十來這裡有特別下到 新的黃金的花種標準 再來 這是 這個也給我們 這個偶像在下面 我看一下 就是這本十字 就是這本十字 全民的一二十大陸 是提供給誰 衛兵 這個衛兵 來代表外交官的世界領袖 科研這本書也很重要 發行給世界重要的國際的重要的領袖 所以把台灣民政府 如果有勘載在這本書裡面 當然就幫我們廣告出去 來看什麼 看什麼 看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條這個目錄 目錄一直有這個 有圖案 圖案 圖案 這就是他們的目錄 目錄他又把它圖案做什麼 做不一樣的議題 什麼叫做的議題 來看一下 這個我看不懂 這個看起來是什麼 通通都是 維美 護理 對不對 這表示 在新的 GOS的國家裡面 他們開始注重到護理 所以在這各位 如果說你是護理的話 再恭喜你 為什麼 你們會成為世界 未來非常重要的議員 因為現在這麼多潮流 來往上面發展 未來的女性引導人 會在世界 發展越來越多重要的角色 所以 這邊比較多年輕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重要的議題 就是這本 GOS裡面 把重要的 目錄都放在這裡 啊 你現在還比較重要 還把你放在這裡 你知道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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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軍政府呢 自己對 台灣軍政府呢 台灣軍政府呢 一點點在這裡 你一點點在這裡 你一點點在這裡 他太小了對不對 來 台灣軍政府在這裡 台灣軍政府在這裡 我們把它打開一下 這裡有沒有 年輕人嘛 年輕人嘛 來 在這裡 在這裡 哦 這裡有沒有 所以台灣軍政府呢 會被世界的 啊 啊 重要的 貴賓看得到啦 齁 來因為世界的關心 我都介紹 一個內容給大家 齁 來網上看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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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咧 我們會就 台灣軍政府已經跟媒體 跟國際媒體有什麼接觸 會讓你來聯想 會讓你一定可以感覺得到 跟台灣軍政府即將之間有關係 齁 我為什麼先講這個叫無謀接軌 即將成真 你知道無謀接軌的意思是什麼嗎 無謀接軌 你要解釋 你要解釋一下 你要解釋一下對不對 無謀接軌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齁 你這個都是我 我 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可以當你來講 美國現在要把我們 整個美國他的未來 他成為台灣軍政府是 台灣的維吾法政府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未來要把政府錢 轉移給台灣民政府 他的政策 這樣就無謀接軌 我告訴你 你又聽話 你也很奇怪 我美國告訴你 我統治台灣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模糊政策 你也聽話 你也問問 對不對 對 我現在告訴你們 我要讓我的政策 轉移給台灣民政府 因為管轄權在他手上 一定要由他來授權 由他授權才可以怎麼樣 我們才可以接嘛 他沒有授權的話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那麼既然我妹妹 我要授權 檢台民政府 我的政策叫無奉接軌 結果你又看過 這 這 我們來授權 無奉接軌 你說話 聽一下嗎 這位同心 你來授權 什麼叫無奉接軌 沒金貝見金 花枝 這位來 請給我聽看看 他實現很多戰略 武教 新台灣民政策 進行中 和 戰爭 就直接進行中 變成台灣民政策 進行 對 講得很完整 很完整 看對同戰人字體上來看 就是說 軌道 你軌道要接軌道 一定有縫 對不對 那不好講 他就要做到什麼 都無奉 做到都無奉 就是說 在轉移中的無形中 已經轉到台灣民政策的手上 無形中轉到手上 沒感覺 這樣就對了 這個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對不對 但是一個問題來了 非常不容易 就表示台灣民政策 要接這個政權怎麼樣 非常不容易 你要做到 無奉 接到無奉的狀態 不太容易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無奉接軌 我們以前叫做什麼 革命先前者 對不對 現在我要告訴我們 我們是快樂 快樂 快樂 華麗 北格 有沒有 這個是無奉 意思一樣 還是要做給你看 做什麼 也不會有感覺 這樣子 OK 來 即將承證 台灣民政策 即將承證 在無奉美國無奉接軌的政策下 即將承證 我知道 大家知道嗎 好 現在就是 剛才承證 那承證 那承證 我講到 那承證 那承證 有關的嗎 那承證也有關的 你要知道 那承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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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這麼一本 一百億 那承證 那承證 承證 一般來講 你再重大的議題 一定是一承 兩承 這樣 可以寫到訓證 唯一頭到尾 所有議題 那些 通通沒有超過兩億 但是有關 台灣民政策 在台灣即將執政的 無奉接軌的部分 就阻止了失業 就跟那承證 那承證 這個無奉接軌 他讓所有的世界理秀都看得到 看得到 好 這錢 這紙分子 這總之 還是一承證 還是一承證 這個是 因為我的書 我先往前面在這裡 跟他無奉接軌 沒有關聯 沒有關聯 不要誤會 好 他到這承證 他到那承證 另外第三和第四 在這裡 第三、第四 他到有這行 有這行 這是有關到台灣 台灣的整體的 所謂的外交貿易 台灣貿易 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好像有標出來給大家看 這咧 就是 卡在日本紀錄 是在那裡 這是第三、這是第四 好 在這裡 這批 這批 看起來很重要對不對 我看這個意思 我來看一下 你說 這邊的意思是 美國第十大貿易 商品貿易 怎麼辦 從交易量達到 這麼多億美元 再來 這是PARM留言 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 有沒有 這邊寫 十一 最大的經濟體 在世界 全球 再來 2016年 台灣 與歐盟的 28個國家 之間的貿易總共 達到488億美元 和201年相比 也有增長了 5% 增長了5% 再來 這是什麼 21年 台灣的貿易總共 這是美國 貿易總共 有關服務 服務貿易的總共 就是191億美元 就是跟台灣 經濟體的大 然後讓全世界領袖看得大 再來 台灣 台灣民眾人最近 也成為 台美三位 台美三位 這個叫台美三位 然後我們是他的董事成員之一 好 那麼台美三位 各位 如果你想要加入 他可以用個人來加入會員 聽說 是會員 好 那麼也會用企業 企業 企業加入要用 1億美元 不好意思 1萬美元 如果你要用購銀 加入會員的話 一千美元 那這千美元 都頂台美超多 所以我想 很多人都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要跟 所有 這個 這個 接軌的部分 再來 你看 最近的一個議題就是 在台灣的 蔡英文的 叫做 ROC管理當局 他正準備怎麼樣 想要 這個所謂 借殼上市 借什麼殼 他用台灣這兩個字 但是 有關國家的主權 可以用借殼嗎 不可以 你這樣不可以 來借美國的殼 對不對 那我就變成美國 亂來 所以蔡英文他想要台灣兩個字 來當什麼殼 可不可以 當然 不可以 所以他使人去東京 東京的奧運 在 2020 什麼時候要舉辦 明年 2020年 要舉辦 東京奧運 然後他想要用台灣來 期待 期待什麼呢 中華台北 流亡在台北 我們叫中華政權 叫做中國的流亡 因為你在台灣的 ROC 你說他是中國嗎 不是 他只是從中國流來台灣的 那時候我們叫中華政權 過去的中華政權 那麼他流亡在台北 這是過去喔 那麼現在在台灣 他基本上連流亡兩個字都配不上 已經配不上了 所以ROC是什麼東西 中華台北 就是中華台北 那麼 即將下降 即將下降 為什麼 這邊已經標示很清楚 他不如用台灣來代表 他們所謂的 中華台北 不能用台灣代表 那麼在台灣 有一個合法的政府叫什麼 台灣的政府 所以這樣來看 他是即將下降 好 那麼在這個所謂的 我們這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 就是川普先生 這邊我們特別來提一下 如果各位 有機會 你能夠了解川普 可能你就知道 你就看得懂 台灣民主權執政 跟他有關係 為什麼 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特別對他稱呼的 這個叫川普大地 叫川普大地 然後 最重要 他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你知道川普大地 我為什麼稱呼到大地 因為他有 他在內心世界裡面 我從他過去的這些 跡象以後 我看到很清楚 他叫回歸上帝 公平正義 回歸上帝公平正義 這是他的宗旨 他人生的一個原則 所以依照這個原則 他才能夠有機會 這個原則 才能夠讓美國再次偉大 那他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要做對一件事情 做對什麼事情 他要讓台灣的國際地位 會恢復正常化 因為台灣的問題 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問題 他們現在 像以色列這邊的事情 已經處理差不多了 很多地方世界的問題 都差不多了 現在他也跟中共在打怎麼樣 這個所謂的 中美貿易戰 已經把這個 這個中國 銷弄得很厲害了 現在世界上 唯一一個大問題 就是台灣的問題 台灣有兩千多萬的人 怎麼樣 遭受到所謂的 人權侵犯 台灣要去處理 要 如果他不處理台灣的國際地位 問題的話 他是不是一個偉大的 叫川普大帝 就稱呼不上的 因為這麼重的問題 你沒辦法解決啊 你給摩托解決 你就不是怎麼樣 你就沒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回歸上帝 國民之一 所以我們看得清楚 因為有川普大帝 所以台灣會得救 這是跟 講到川普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因為跟他的幸福有關係 因為川普一直在執行 川普上任到現在 好像兩年多的時間 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計劃都一一實現 都一一實現 所以我們認為 他在規劃台灣的議程裡面 我相信美國 在川普英國下一定可以協助到台灣 讓台灣的國際機會恢復正常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這個直播 我們就是 教堡 鋼士有很重要的 但是要去幫忙 所以說 幫忙這麼多 這麼多 我在包上的 我們第二次碰面 我告訴你 第二次碰面 我剛才還是在 手拍攝 我才剛才剛才這樣 想說 那我陪我 你應該是 你應該要轉 綜藝中委員會說為什麼有兩個中國 什麼人的中國 他們是在建政狀態之後 有分兩個中國 不過這兩個中國叫中華文高 兩個實在裡面都叫中華文高 這個中華文高在年六個時事 就是二七五八左右 它其實是由中華人民共有期待 所以你看這個政經節目裡面 二七五八一五 它比較難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權 很多人可能聽過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是什麼 但是完全不了解這個背後的背景 還有一段其實沒有過交過的歷史真相 在這個Buzz Orange這邊它怎麼寫的 我們特別來帶您看一下 柯姐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 它裡面的決定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 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國法代表 並且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它在聯合國組織之期 所屬的一切結果當中 所非法證據的席位上面 給驅逐出去 好 再見囉 這個二七五八決議文 如果你有請坐在一起 你有知道嗎 三九二千五、北國二十五 這是一種 在台台灣的中華民國 已經消滅了一間代表的蔣介石 你都說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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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習字 也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人民共和國代表 它的習字也叫中華民國 聯合國的習字 還是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這個 這個 它的名字沒有解 所以 在台台中華民國 你不管是李政委 李政委也好 丹水旁也好 馬英俱也好 創園也好 他們是怎麼說 都要重返聯合國 他就是說 在台台中華民國 用回國聯合國 期待聯合國這個習字 沒有法度 這個習字 這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期待 這個奧齊宇八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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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聯合國來的 他的一個法律 他成立一個法律 他就是 所以 是怎麼 是怎麼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沒有改國號 沒有改中華 中華民國國號 他們的國號 是中華民國 所以李政委有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了中國 這個我小組 就說奧齊宇八協議 真正的要消滅在台的中華民國 就是要執行 奧齊宇八協議 所以奧齊宇八協議 他有在執行嗎 有 中國有在執行 你像 以前 中華民國 那些 韓國 日本的 大使館 都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 就是奧齊宇八協議 你有看中華民國 在台的中華民國 跟一些邦交國 多明尼加啦 加拿大啦 那不是加拿大啦 甚至巴拉馬 那是 那是李亞 他這裡有邦 有斷交嗎 斷交 後來 跟中國建交 不是 這是遵守一宗原則 你看他 他這個很少 因為他想不到的時間 他沒有 我現在 會改善很好的 遵守一宗原則 就是奧齊宇八協議 中華民國斷交 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邦交不是 是他以奧齊宇八協議 有接收所有中華民國 所有的一切權利 所以你有聽錯嗎 不是斷交 斷交 是他的魔法 所以你有去看到 看到什麼 這拼 這拼就是說 有兩個 揮手國跟中華民國邦交 不過他們就是跟 在台中華民國斷交 可是跟中國建交 比美國的反應 反應 反應 不是反中華民國 是反台灣 所以他如果這些錢不反 這拼是無形 這拼是很愛的 對中華人民 國和不愛的 所以我們 日空一千年三月三十 調化民國的就修理 美國國典反應 生年人 警戒國勢 要去訪問 這拼下去 美國 美國 美國的聯邦 電話的民主典 當中華民國 如果華民國 如果華民國 是否有 那拼下去 華民國 華民國 要去訪問 在台中華民國 就沒有錢了 最愛 就是 這個中華人民 共和國 就是中華要去 所以中華很堅定 這個華華 那中華民國 幫助中華 盡量華人 來申請銀行 貝秀 這點就是 他 外來申請 他就 建國 他就是在這裡 做成一些這麼好的 所以 來講到這個 趙翁銀行 趙翁銀行 這個 你們 區域村 趙翁銀行 他的前身是 中國國際商業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國際的叫 中國銀行 國際的叫什麼銀行 台青銀行 台青 就是台青 對國銀行的銀行 台青銀行 台青銀行 奔料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接受台青銀行 跟中國國銀行 中華民國 在中國銀行 就是 這間 到時候 跟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國民黨 跟共產黨建進 國民黨 政府班 走去 共產黨接受 他要其中 民族 國際商業銀行 凡是 trás如 趙翁銀行 就是奧區舞 街舞 dem region 接受 好 趙翁銀行 task 是 是 son 美國 他當初 他 家 外 Gast 這種 而 這裡 這個社群 美工有什麼比特 一樣的比特 因為全社群 社群都有一個外衛存體 這些外衛存體 都在聯絡國 都在美国的紐約的世界面 這個世界面 它會對它反罪主要 對它提款 現在我們江蘇經營 我們剛才講到有關川普 大家要知道 了解到川普 他的人格 他的人格 他回到的地方 使用它是不是回歸上帝光明正義 所以因為他有這樣的 回歸上帝光明正義這樣的決心 所以他如果協助 所謂台灣的 從70年來的人權侵害 我相信他會為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川普在 在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首度的時候 雖然有一些小小的 動大出現 但是呢 不是很大很快就過去了 所以 在這本雜誌代表著非常大的意義 所以台灣民正文就不斷的被秀在 這個一個詐編雜誌裡面 這個也是 你看這個 這個講到就是川普 他要結束所謂不公平貿易 有沒有做到 有 他講這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在什麼時候講的 看這裡 有沒有 2018年的5月21號 他這個時候呢 他透過一個詐編雜誌的時間法 用語言 表示在這裡 表示說 他決心要做這件事情 他在2018年5月22號 他做了這個 這個表示之後呢 在2018年的10月 他就開始的執行 有關 美中中美 他們的所謂的不公平貿易 他就開始處理 一直到目前 已經帶給 中國 中國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就是說 他們整個經濟結構都在 做整個在改變 也是因為川普 他的個人能力的強 他的公平正義的心態 讓今天美國才有這樣子 所以現在 川普在美國呢 他所得到的 美國人民對他的支持來 非常的好 非常的 講說到幾點啊 到幾點啊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台灣民政府呢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那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們跟國際接軌 的這些軌跡怎麼來 我讓各位了解一下 因為畢竟今天是出一番 我們講的二五官 到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能夠跟國際接軌 所守過的足跡 看一下 來 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10萬年 我們就參加了 所以聯合國高會 這個是在二零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我們就參加這個時候聯合國的高萬會 這邊的圖案的表示 這個是商業 這是高萬會 那麼這表示出來 我們是參與的 就高萬會的重要成員 包括這個 這個圖案一看 這個是什麼 有兒童 聯合國的歐童基金會 這是要蓋路股 蓋路股 那這個呢 這個叫做外交信使 外交信使 他是 在執行聯合國的雜誌 他們的 等於印字 雜誌 編輯的工作 也就是在雜誌裡面所編輯在裡面的 都是聯合國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這個就是我們開始參加聯合國高萬會 好 那麼在二零七年 我們剛才講二零七年 就從 9月18號呢 那個時候 我正好去參加 參加聯合國的這個高萬會 我們有去參加 那這一張 就是在幻店 我們在幻店 所看到的報紙 就是登載 有關台灣民政府 這麼大的 就是紐約十八 紐約十八 那麼把台灣民政府 標書秀在這裡 好 那我們會參加 KONKODIA 它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論壇 一個論壇 我們是去担任 等同事去參觀 這是論壇的模式 在進行中 剛才講到這個 Diplomatic Player 這是外交性子雜誌 你知道嗎 我在當年 在2017年的時候 我在週子上看到這本書 我參加他們那個酒會 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些 這個 所謂貴賓 安排過以後 他們在週子上沒有帶走 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想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像 想到怎麼樣 全球的目標 換句話說 這本書裡面所談的 就是聯合國準備要做的 進行的目標 目標 當我 翻開裡面的時候 那我嚇一跳 竟然把台灣民政府的大大的 秀在這本書裡面 結果那天 因為我們的公關人員 特別介紹 我一翻開的時候 我發現 哎呀這張 怎麼把台灣民政府秀在這裡 談論到有關台灣的一些議題 一些議題 那麼這個當然講到就是說 他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台灣呢 在全球裡面的一個經濟 一個經濟狀況 是一個領導的一個經濟況 然後秀在這裡 第十一大經濟體全球 在亞洲那是第五大 然後有關跟台灣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 那麼這邊秀紅色呢 就是在告示 告示全世界的領袖 台灣雖然是第十一大經濟體 但是連台灣所面臨的問題 困境是什麼 就在這裡 就是沒有被承認 沒有被誰承認 沒有被人的那個承認 還有我們使用的護照呢 不是真 不是真正的護照 我們的護照呢 沒有被任何國家承認 到目前我們沒有台灣人的身份證 台灣人的護照 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拿的是怎麼樣 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在台灣的管理當局的護照 所以不被世界承認 然後我們沒有被承認政府 沒有 所以在台灣這塊體力呢 這個 這麼大的基地體 那麼聯絡我 要趕快來處理 這是一種故意 來 好 那同樣的 剛才這一本裡面呢 他竟然勘載這麼大 這麼大的畫面 那麼這裡都談到有關 這個所謂台灣的議題 台灣的議題 包括台灣的政府 包括台灣的政府 然後這邊一個標題 我們看一下標題 好 這個標題呢 我把它翻出來就這樣 來勒洛國 就是這位尼爾先生 那麼他寫的 那麼他寫的 那麼他寫的這個 這篇文章 為什麼可以刊登在 這麼重要的期刊裡面 如果呢 如果呢 川普不同意的話 你會刊登出來 當然不可以 所以要刊登出來 一定要川普同意 那麼今天川普同意 就是怎麼樣 這個意思 這個川普一定很清楚 剛剛勒洛國 你是承認一個 既有主權 台灣的時候 沒有錯了 那麼要結束呢 幾十年來 幾十年幾十年 七十年來 就年前親愛了 這等同是有一點 什麼意思 聽口氣 等同有點命令的意思 因為 為什麼等同會命令 因為 美國是聯合國重要的成員 是有影響力的成員 好 我們也參加聯合國的 這個所謂的高音會議 那這段高音會議呢 我剛好在裡面 然後我昨天 剛好在 聽到一個人在講 昨天到訪庭 講說 這個就是在聯合國裡面 他講的 就是在聯合國裡面 我們在一場的高音會議 那我現在是後面的 在這個後面 這個是高音會議 如果高音會議 好 那我剛才跟國際接軌 就是由這位先生 他協助我們很多 這個叫尼爾 好 最重要的尼爾 這個就是講到有關台灣民政府 是一個外國政府 承認我們是一個外國政府 這一張你知道嗎 那麼重點這一張是美國的法務部 法務部他們所搬出來的 那麼美國法務部所搬出來的 是什麼意思 在這邊告訴各位 美國它是商權分立 商團分立 很清楚的 那麼這個法務部是屬於哪一個部門 施法 施法的部門 好 那麼施法部呢 已經承認台灣民政府 因為施法部也承認台灣民政府 所以接下來就是 這邊有日期 你看2016年的310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2016年的5月27號 我們又已經登在G7了 G7的這個重要的雜誌 OK 好 這個是在G7登的內樓 G210 那同一年呢 我們也去參 其實在美國 華盛頓辦一個酒會 那麼酒會 這個酒會 將近有500個人 那麼多 然後我們台灣民政府 總共有進來多少 98個人 總共有98個人 總共有98個人 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議 好 那麼這個會議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這位 叫空偉 康威 為什麼我把它秀在這裡 就是因為川普最信賴的 他的顧問裡面 就是他最信賴的康威 所以康威對川普絕對有影響力 那重點是康威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非常親密的一個友人 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在現場 普通的所有康威有參加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Loreta 那個是她是美國眾議院的議長夫人 這個是我們都是同心的 跟這個 這個我們一些貴賓拍照 所以我剛剛就講到國際接軌 那麼聯絡國的顧問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 基本上最重要的 講到國際法 那麼國際法要進去 你如果在國際法裡面執行 一定會依賴怎麼樣 主權國家 那台灣到目前不是主權國家 為什麼我們可以參與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佔領全國叫做美國 他有個台灣絕對的主權 絕對的主權 就是所謂的管轄權 我們所謂的主權 要清楚 分成所謂的管轄權 還有一個叫做土地 土地的部分 那兩個鐘 加起來才叫做絕對的主權 那麼 台灣民政府呢 要來帶領台灣 要加入國際的任何的活動 一定要有主權國家 來帶領 所以 在國際法裡面講到很重要 就是主權國家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 這是講到有跟國際法的部分 那麼現在影響台灣的最重要 就是就現在的民調約 到目前 從195年4月28號升下到今天 就現在的民調約還沒有修改 換句話是台式有效持續 持續 然後後來衍生出有一些 像台灣的關係法 最近的什麼 這些 都是要這樣子 我就現在的民調約 因為他是主約 是主約 好這是因為過去 我們講台灣人 為什麼都不了解 那麼 台灣跟日本 所謂的 跟日本偏好有什麼關係 這邊是日本法定聯組 過去的歷史 第一個就是馬關條約 剛才有點講到 在政府台灣 他是用政府的手套 國際法 而不是用屠殺的 然後在1937年 開始華民化台灣 到了1945年4月1號 政府是頒布招式 台灣實施到日本的敵國憲法 所以變成 因為有這個程序 所以變成日本法定聯組 好 就這樣民調約很重要 各位有機會可以去研究一下 第二條A 第二十三條A 然後美國 他目前的一季 就在人民調約裡面很重要 第二十三條A 他是台灣的主要占領全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台灣人的苦難 台灣的苦難 這個是很多 我這邊主要講的是現當今的 所謂ROC 然後台灣的苦難過去了 我從來沒有當家做主要 都是外國入侵 然後外國入侵 在過去都是殺殺殺 日本來台灣他不是殺殺殺 日本他來台灣 他是用征服的手段 決定不是殺殺殺 如果你在後面看到了 日本當年怎麼樣殺一番人 那個都是假的新聞 假新聞 那麼我們這邊所講到的 就是所謂殺殺殺殺 就是講到中國 來當HOROBA 那麼到目前 一直到現在 到今天 他所有的手段 都是利用在這些手段 包括現在在台灣的 所謂的太义武集團 都是 那麼在過去當然是 當HOROBA的時候 那麼現在 統治台灣的手段 都有詐騙 機閃 假的施法 假的歷史 假的立法 操縱遷止 這個時候 後來我會再跟大家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那各位 真的各位 無國籍 我們都無國籍 好 國際法加持下的台灣 第一個 我們這邊有兩個最重要的 我們剛剛講 國際法加持下 國際法在 運作下 他們有一個 這兩個世界中 有一個 站臨不得一段時間 流往不得就立法 我們所謂 站臨不得一段時間 就是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講 有很多人 尤其台灣的一些 所謂的獨派也好 或者說總派也好 他們都會說 台灣是不是會變成 美國第五十一州 我告訴各位 不會變成 美國第五十一州 如果變成 美國第五十一州 就是怎樣 暫時也可以 已經轉出錢 就把台灣的 這塊土地 移轉成 美國的領土 不可以 這是違反國際法 在流往不得就立法 那麼就是現在 ROC連來台灣 不是流往的狀態 所以 他不可以在那邊 合法 如果在那邊合法的話 就變成 他的領土就是有台灣 但是 這又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 賴金螺先生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主權之六國家 那個是 他在嚴重的講到 他是違反國際法在講的 所以 不可能 OK 好啦 我想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未來 我們會成為最幸福的國度 來 怎麼樣幸福呢 我們有一個 第一個 最主要 我們的領導人 說 我們台灣未來要脫養豬 脫養豬 我們現在講的是 所謂北歐文化 來 大麥 大麥 它的整個環境 它的收入 都是我們台灣的十倍 它不是第十一大經濟體 但是台灣是第十一大經濟體 我們的收入只有它十分之一 現在台灣兩個收入 所以差不多 聽說這個GDP 差不多兩萬五左右 最多 三萬是假的 然後呢 大麥 他們的收入 他們的人的收入 GDP 是台灣的十倍 就是超過二十萬塊 每一個人 所以一個家庭有五個人 表示台灣一個家庭 一個人大概有一百萬的收入 聖南投的 平均收入聖南投的 你知道嗎 第三個家庭 就是這樣 平均收 好 好 我們也是 有個國家都是非常美的 那我們希望在台灣民政府 來主導下 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主導下 我們要怎麼樣 開始拖揚入歐 讓我們在台灣人民 成為稱之中 世界上最幸福的 一個國家 一個國度 我為什麼講國度 為什麼都講國家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自我 成為國家 來 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 瑞士 我們要跟瑞士學習 跟瑞士學習 好 那 基本上來看 台灣最快土地 我們叫美麗之島 我相信還是很美麗 只要台灣民政府在執政 就開始了 怎麼樣 不好的環境 污染的污染源 去除掉 我們要留給我們 自我實施最 最美麗的一塊土地 過來 台灣的資源 最豪富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各位 一旦台灣民政府執政 有很多過去日本天皇 他所擁有的權利 他會授權給我們使用 就像我們地下的宿友 聽說從我們台灣 從釣魚台一直到南海 聽說我們的宿友的產量 對中東兩倍那麼多了 真的是很多 再來你看 我們的台灣人的智慧 我們的努力 我們為了主生 我們一定要好好競爭 和土地 當然我們自我孫生 正在最外圖上 享受最富貴 不是最富貴 最幸福 不要講富貴好不好 最幸福的一個國度 因為我們資源太多了 到時候 我們的中央 因為你一定的政策 讓我們的為人父母 通通不用擔心 小孩子有費用 生活費也好 或者說學費也好 但是站在政府的角度 要怎麼樣 要做監督 不是放在你去怎麼樣 享受一種浮華的生活 不是 為了他們政府執政 會給你最大的資源 但是呢 要有政府來監督管理 讓我們的每一分一毫的 這個資源呢 用在最有力最有效 然後讓我們的子祖孫生 能夠在未來 能夠過一個最幸福的 一個國度的生活 知道好不好 好了 因為是這個關係 我就想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大家